像乌克兰是核电的发电的阻力 大家看看今天法国也全部靠核电 核电的技术是每年每年都在进步的 所以拿一个老的这个故事来吓人 那实在是不懂现代科技的进步了 第二个要面对现实就是你缺电 还要面对未来 你将来就要交碳税你交得起吗 对不对 你养了这个护国神山连电一大堆 它不要电吗 对不对 今天台湾老不信才断电四五个钟头 就觉得受不了了 如果说没有一个稳定的电源 那你是常常会碰到 如果再加上军事上的干扰 那更是严重 你看台湾的高压线塔 从北部一直拉到南部 随便倒一个电塔 你又可能不要修多少天 所以这个我们台湾的电网不好 如果你的基本产电的能量很多 你可以电网调配 新大厂出了问题 别的电源就接上了 不至于造成我们的半导体业 一损失都是几十亿几百亿 所以这个东西 民进党拿意志形态 拿这种东西来护老不信 是很成功了 很成功 你想想看 你既然那么怕核电 那日本的核石你吃下去 你不污染吗 对 今天你不搞清洁的电源 台湾老不信就是每天叫慢性中毒 以前我们听说什么胃癌 大肠癌什么肝癌 现在肺癌的直线上升 很多 那你就是空气不干净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慢性中毒 吃的有日本的核石 吸的有PM2的这个 PM2.5可怕 可怕 那你因为它是慢 慢性 所以老不信没感觉 今天弄个意志形态 为了李英雄一个人 你把一个新的核式电厂 废了 我们投资多少钱下去了 当初你民营党不管执政在野 你又没有完全说也同意过去了 他们执政的时候还追预算 问题就在这里了 为了表示决心 还把燃料棒送回去 送回去 台湾钱多了吧 所以这个核电厂 你看看乌克兰是个很明显的对比 俄国的坦克部队 难道赶不开这些请愿的老不信吗 因为他也知道 你核电厂如果破坏了 人为的办法没有办法修复的 对 那个核子污染 核子沉望到天上一飞 你能保证东风都吹到乌西去吗 往乌克兰吹都不一定 往这个螺丝吹都不一定 他这个电厂离摩斯科很近 对 所以同样的问题 你说台湾进了核四就安全吗 那福建的核能电厂 跟我们才一百多里 那它如果坏了 你是不是也 你也倒霉 你也倒霉 所以这个问题 不相信科学 不相信自己的需求 不相信自己的未来 我们就是这样自我戕害 对不对 老不信的健康 很明显嘛 肺癌那么多 肺癌那么多 这个吃的食物那么不安全 你说你所有跟人家国外打交道 有一样式 有成果都没有 吃莱猪 可以换ECFA 换这个美国的台湾的冒险 还是换什么BTA 哪里 你换到没有 对不对 你要新南向 你赚了钱都没有 所以民进党执政 我们同意政党人体 有不同的政见 但你这个政见 推行下去 这些劳心真的有益 我们还是举起大拇指 对不对 你现在每一样东西 讲得不好听 你倒行逆施 对不对 经济 经济 不行 好不容易有个富贵神山 被美国一逼 要到美国设厂 自己打自己 到欧洲设厂 到日本设厂 等到厂都做完了 你赔了一大堆钱 设厂很贵 工资太高 到时候产出来产品 你台积电还卖得出去吗 我记得当初拿华航的基金 去补助高铁 高铁做完了 华航的国内航线就完了 远东的航线就完了 对 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 每一个行业它有一个竞争性 我觉得很痛苦的是台积电 对不对 它很会高科技 很会赚钱 政府逼得它 解体 将来是解体 所以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国安团队 就跟乌克兰团队差不多 看不清楚是非黑白 对不对 那你今天讲 你要跟大陆彻底切断 可以啊 我们就跟你一刀两断 那每年七百亿美金的大陆的赚钱 你要不要 要 还是要 还是要 那你怎么要 人家不给你之后怎么办 对不对 好 你说国防武力 我国防自主 老不行都知道 你是希望美国来出兵 美国来援救 美国看乌克兰的例子 它会来救台湾吗 它如果把台湾是认为 像大陆要讲的 核心的利益的话 它何必搞第二岛列 倒第三岛列 那为什么F35不满意你 它根本不看好你能够守得住 对 我们国际也很努力了 问题 你抗得了第一局 第一波 第二波你抗不抗得了 第二波打不完 第三波打不完 所以战争时间拖得越久 老不幸的牺牲就越大 对 像乌克兰下一步 就陷入一个绞肉机的一个战争 因为第一阶段 普丁很清楚 我只要你基普的政治上保持中立 乌冬的这个有生战略 我把你吃掉 因为乌克兰的主要兵力都在乌冬 都在乌冬 最凶悍的也在那边 叫做纳粹的那个部队 就是那个 什么派亚瑟兵团 两个 他把你干掉 你就没有造反的能力 基本上是 对 所以第一阶段战略 普丁低估了乌克兰 你第二阶段 他就会痛下手 杀手了 因为你现在看 叫他人道撤离 人道撤离的话 将来他就不会犯国际上的这个战争罪 滥杀老不幸 无辜 那你留下来的就是军人 打仗 军人杀军人是国际上 是任何 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杀老不幸 滥杀无辜 无差别的轰炸 所以大家都讲 为什么俄国的重轰炸机灭出来 对不对 第二个你看了 俄国坦克车被打的 不错 你有托式飞弹 你有反装甲飞弹 标枪飞弹 坦克车是一定被打 因为他个人武器 夺到树丛里 夺到防护里 冷不防给你一下 肩设式的就出去了 但是你现在看了没有 俄国人也知道 你美国 德国大量送这些 我把坦克部的放到后面 我用炮打 我想各位观众都下过象棋 坦克车就跟那个G一样 横冲直创 冲锋陷阵 那个马是在旁边设了 拐子弹 旁边拐 那现在俄国的战法一定会改 他会把炮兵 炮兵比你监设武器射程要远 我们反装甲飞弹 差不多3000公尺到5000公尺了 最好的也不达到5000公尺 可是炮可以打十几公里 20公里 所以那个时候将来 这几个被围的城市 要被大量的炮兵射击的话 史上就很惨了 所以战法是跟下象棋一样了 你随时在变的 对 你远的我先用炮打 当头炮打得很远 所以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用轰炸军 因为他不想把乌冬的老百姓 是他将来想要政治上能够安抚的老百姓 他可能要在这边设立一个政权 所以你们这些老百姓走了 那我就没什么忌惮了 所以我认为谈判的桌子上 乌克兰的策划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我想下一个阶段就是 苏联下更大的压力 看你乌克兰要不要妥协 中国要不要介入 我认为中国绝对不会介入 现在这个澳洲的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说 习近平你要赶快出来 你的火种是美国 叫你美国不要再烧乌克兰 不要烧北约 你不听 你不听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叫假新闻 那个都是先写好剧本的 栽章的 那这样子希望打起来 乌克兰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棋子 打代理战争 我们的身份跟他相同 也是棋子 将来也希望你打代理战争 因为美国骗乌克兰的手法 跟骗台湾是一模一样 派官员互访 访问乌克兰的官员 比我们这边还高了 我们都是前总长 前部长 前国务卿 人家是总统去 国务卿去 人家拜登还会跟泽伦斯尼讲电话 蔡总统你有跟拜登讲电话吗 所以问题就是说 我们看乌克兰战争不是看热闹 要想想 如果我们沦陷到跟他一样的地位 面对一样的威胁如何自处 这才是中华民国2300万同胞 要仔细想一想 就是跟应付核电的思考是一样 不要被洗脑 洗脑到变成很蠢的那个感觉 要不要指摇 那把他关掉 回来 像人家 在那个那样的地位 在哪儿 没得了 我说